今天 谢谢啊 认识你这么久了 第一次听你说谢谢啊 够稀奇的 回来吧 为什么 因为球球 你看球球的神情 我都看到了 你根本没办法压抑自己 救人的热情和责任 我 唯一缺乏的 就是纪律性 你不是一直以来都觉得 纪律性很重要吗 我依然觉得它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 人是会变的 我相信 你会逐渐变的 知道纪律的重要性 你们之前啊 总是会问我 你觉得你自己 适合做消防员吗 我一开始认为 我非常适合 特别适合 后来呢 我开始怀疑我自己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但今天球球的事情 让我看明白了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担心球球 我也谢谢球球 因为它是最天真 最直接的 今天 球球让我知道了 生的希望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老木的牺牲 我承认 我退缩了 而且我内心非常地拒绝 我拒绝了死的存在 叶夫人 现在 我想救人 我想帮助大家 我想保护大家 我想为了消防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发现 我是真的爱消防 到了蓝宴之后 队里应该会给你处分 严格要求你的几率性 好 好 没问题 走了